". 你吃啊 你别不是好歹啊 我告诉你 要不是大队长命令我 我才懒得伺候你呢 给 什么鬼子 我告诉你啊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 三天之后 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给 你 我 我打死你我 干什么 学什么不好 学暴脾气 我 你看看 咱们三个人吃一碗 他一个人一碗 还有鸡蛋 好 这上面的还能吃 来 一起吃别浪费 什么 狼亲狗妃 不知好歹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 吃不饱 拿什么大鬼子 脏了就别吃 别哭了 后两天 带你去承德 承德 承德 这么大的地方 我还没去过呢 咱们去承德干吗 去了你就知道了 先去洗澡吧 把水洗澡了 怎么把水洗澡了 你怎么把水洗澡了 一半 我还没有在水洗澡了 你自己给人了 还没在水洗澡了 我还没在水洗澡了 我还没在水洗澡上 略 逼得我们无家可归 怎么好像你还挺有理的 如果有人跑到你们家 杀你的父母 奸淫你的姐妹 你会置之不理吗 你归姓 姓九条 叫九条义父 这样 再先吃饭 吃了饭我们有力气了 好吗 这两支箭有什么不同 他们用的弓和箭 都是自己做的 我曾经听徐一航的爷爷讲过 箭的构造不同 设法也不同 徐一航的这支箭 叫鸣笛 相传为秦末汉初的匈奴蝉鱼所创 秦末汉初是什么人 秦末汉初不是人 四个字我以为是日本人 他指的是秦朝末年 汉朝初年 大概是公元前两百多年吧 这样 你接着说箭 这个箭 叫鸣笛 箭射出时 会伴有一声尖利的哨音 具有攻击和报警的双重作用 徐一航的箭法特地是 重 快 快到可以令鸣笛之声不断 徐二航的这支箭 叫铁舞 相传为唐代的公孙大娘所创 公孙大娘将弓箭之术 与箭术结合 独创的运营可以专门设备 飞行之类的箭 因为是女子所席 因此剑法轻盈 四面开花 酷似飞舞的狐狸 所以叫蝶舞 昨天晚上那几颗手留带 恐怕 就是他设的 徐一航的弟弟 徐锦川练的叫 透甲剑 相传是宋老人家岳飞 为对抗金国金甲兵所创 一箭可以射穿对方的盔甲 力不大 很难 据说 他曾经一箭射穿三个爬子 徐锦川 徐锦川在香港读书七年 没有回来 但是和家中一直有书信来往 家中遭此大难 孤疾 他要是回来 恐怕 我们日本 有一部医学著作 叫《皇帝内经》 其中 有一条重要的 医学理论 叫做 上医治未病 说的是 在病发之前 就先铲除病造 皇帝内经 是中国的吧 是我们的嘛 皇帝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那也是我们的 行行行 是你们的 没准你们也是炎黄子孙呢 我们不是 好好好 不是不是 问题是 病造在香港 怎么铲除啊 立刻致电 竹木将军 白鹿 望月无雪这个废物 竟然让两个女孩子 把承德搞得人心惶惶 和荣家的关系 也搞得一坛糟 我离开承德的时候 一再叮嘱他 要和荣家搞好关系 要利用好荣家的力量 为我所用 可现在 他和荣家对立起来了 田中 即刻电告 我驻香港的情报部门 铲除徐锦川 是 是不是你父亲投降了日本人 不可能 我父亲绝不可能投降日本人 要不写封信回去问问吧 哥 家里出事了 姐姐结婚那天 有贼 贼 可能不是 贼不可能有六七个人 这也能听得住 冲我来的 你怎么知道 咱们可不停下来 怎么办 你出去 别说话 你出去 谁呀 我 你是谁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等一等 我 谁派你来的 为什么要杀我 说 说 锦川 锦川 你没事吧 没事 锦川 没事 没事 哥 那些日本鬼子狗汉奸 在大街上到处抓人 我见一个打一个 可我怎么打也打不完呢 在看什么呀 给我看看 是他们呀 谁弄来的 我弄来的呗 他是谁呀 他呀 他是徐一航的弟弟 徐二航的哥哥 名叫徐锦川 好像是在香港念书 还是个学音乐的 怎么这么面熟 学音乐的 他是不是会拉小提琴啊 你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 疼吗 都怨你 怎么怨我 拉个胡气 用爬这么高吗 这不是胡气 是小提琴 小提琴 我给你拉支曲子就不疼了 都怨我 就这么给人家留下了一道包 一辈子都下不去 徐锦川啊徐锦川 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徐锦川 表哥 来 来 彭超手下的一对伪军 正拿着你们一家的照片 到处抓人呢 彭超 对 日本人打赫林的时候 杜夷恩在你们家做内营 他在城头做内营 就是他们 把日本人放进赫林的 在舅舅手下的时候 他还只是个连长 投靠了日本人之后 就被提升为营长了 彭超 我听爸爸提起我这个 爸爸很器重的 没想到 就是他把骨子淋进的鹤林 姐 你不是要告诉他们 你想干什么吧 这样他们就不会到处抓人了 但是你让他们有了准备 就不好下手了 死亡带给我们的是痛苦 我至少应该让他们尝试一下 我至少应该让他们尝试一下 死亡的恐惧 一航 我们不能总沉浸在痛苦和仇恨里 我也不想 但是我控制不住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他们就会出现在我眼前 我要看哪个人 真的会很厉害 你这些走到 我看得到 你这些走到 你这些走到 这些走到 我现在回报上 你这些走到 我现在是 我现在这些走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您和司令一家全都 没想到您还活着 这是真的 是 请贺 本来 我带了三十多人 这几天和日卫军打了三仗 就剩这么点了 赵三毛 司令一不在了 您就是我们这儿的最高长官 请长官训货 兄弟们 从九一八到锦州 再到山海关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都憋着一团火呢 个个都像像十九路军那样 跟日本鬼子跌血沙场 暴效国家 我赵华发誓 只要有我们一天在 徐家军就没有亡 哪怕是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口气 我们也要跟他们 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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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一定出事了 我得回贺累 警方虽然能够认定你是自卫 可是不让你出香港啊 毕竟死了那么多人 这可不是小事啊 那些人是自己 吞轻化架死的 不是我杀的 可那是因为你啊 不行 我一定得回去 坐 可不是我还不可能 不成功 常恃 怎么嘛 害死呀 我 你 被灭门了 在鞭炮响起的时候 你的曲子也一定要响起 我能听到的 爸爸 妈妈 爷爷 爹爹 都死了 怎么了 景川 不可能 景川 不可能 景川 景川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家被灭门了 来参加姐姐婚礼的 二百三十五个人 还有咱们家的二十一狗 一共八百五十六狗人 全被日本人给杀了 只有我和姐姐逃能出来 好 我要回去找他们 我要回去救他们 我要回去救他们 景川 景川 我要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景川 景川 你听我说 景川 景川 你现在不能回去 我回去救他们 景川 你现在不能回去 你回去也没有用了 景川 我姐姐 还有妹妹还在国内 我要回去救他们 你要冷静啊 景川 景川 我一定要回去救他们 景川 你现在回去也没有用了 香港的警察 已经限制你出境了 那我叫杀出去 那我就杀出去 战军 八名枪手 全部被射伤 持取反抗能力 吞轻化架 自杀 定告住香港情报总部 此人非常危险 请无比将此人 截杀于香港 太 尽管 请无论 景川 他们有很多人 看来我们被猫围了 那怎么办 放心 白天他们不敢动手 家里出事之后 我一直瞒着锦川 不敢让他知道 我一直瞒着锦川 不敢让他知道 我们的亲人全都不在了 我不想让他再遇到任何的危险 但是没想到 二航已经偷偷告诉他了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我 我在写诗 写诗 我差点忘了 你爱好文学喜欢写诗 真好 我们家被灭门了 你竟然还有心思写诗 是 我们 表达痛苦的方式不同 你的痛苦也需要表达吗 表达给谁看 我们一家人的惨死 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是吗 不是 用我们的不幸 当做素材 博得读者对你的赞赏是吗 不是的 姐 你听我说 让我欣赏一下你的痛苦 这就是你写的诗 不是 你你一天都告诉他了 你一天都告诉他了 我是觉得 他是我们家 唯一的男人 他应该要知道 是啊 他是我们家 唯一的一个男人 你要让我们家 唯一的一个男人 也回来送死是吗 你要让徐家 端子绝孙是吗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只要锦创活着 他们徐家就有希望 现在呢 以后徐家指着谁 指着你吗 家人 小时候 爷爷就把兵法 融进游戏里交给我们 我和姐姐最擅长的是进宫 二行最擅长的就是逃跑 时间长了 我也跟她学了些逃跑的本事 你爷爷真是个好老师 五分之后 开始 是 我舍不得你 千雅 我也很舍不得你 千雅 我也很舍不得你 你要知道 我真的很想带你回去 但是东北正在打仗 带你回去 会很危险的 等我走了 你先回大羽山躲一躲 那你还会回来吗 会的 也许不到一个月我就能回来 等我回来 咱们就结婚 金川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 很可惜 我爸妈他们看不到这一切了 我继续 让我找个地方 我向你 让我看不到 我还是想开到那一切了 他的企图很明显 正是要回中国 将军 从他逃走的路线来看 应该是往广州方向去了 那就太好了 清水二十三 正在广州考察 将军说的是 陆军学院狙击手 班毕业的清水二十三 我曾亲眼看到 他在全国狙击手比赛中 摘得第一名的桂冠 清法之准 快 不拘之周明 乃平生渐渐 如果是他的话 一定能够拿下徐锦川 电告清水二十三 准备迎客 是 截杀徐锦川之后 让他立刻前往城堂 万一望月无险他们 没能捕杀徐家姐妹 就要靠他了 是 就要靠他了 就要靠他了 不是 你 不 我需要抗敵手 你不想找人 清水大佐 烈賀からです 相手が現れた 静川 放心吧 我回去不是报仇的 我是把我的姐姐妹妹接过来 我现在只有这两个亲人了 我不能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我在大雨山等你 我会带着我姐姐和妹妹来娶你的 拉手曲子 为我送行吧 我会带着你 荣叔 别玩了 到城外去替我接个人 谁啊 讨债的 怎么家 还有钱还给人家忙 你也去吧 多带几个人 好 荣家二少爷太操蛋了 这要是吕良彪在 绝不关他这毛病 躲 往哪儿躲啊 二少爷 我刚才就看着您了 我哪儿那么多废话 滚 去你的良民政 滚 你老了 别别别别 把枪都放下 都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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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们说 你去去去 靠边靠边靠边 都靠边靠边 靠边 过来 他就是荣家二少爷 咱惹不起呀 让他出事良民政 不是 别说他没有良民政 他有良民政 他也不会出事 咱要是再不放下了 跟上班没法交代 走 二少爷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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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们说 让他们给放行 别生气啊 告诉他们 让他们认清老子这张脸 以后啊 谁再敢跟老子要良民政 我就要了谁的命啊 走 跪 别生气 咱得罪不起人家 那哥呀 刚打死个小队长 望月大佐 连个屁都没敢放 好 放了 望月大佐放屁了 是你啊 二少爷 这位是 这是我表妹樊小燕 小燕 这就是荣家二少爷 二少爷好 你好你好 这是索杰大哥 你好 那走吧 请 慢走啊 吃饱了吗 说啊 没吃饱就说没吃饱 那你还想吃点什么啊 肉 杨老板 那再来一大碗牛肉 十个羊蹄 二少爷 你稍等马上来啊 乔银行进出车门 抄银行进出车门 一天打了我们的人五次 而且还抢走了照片 太过分了 彭超 是 把荣师给我请到这儿来 等等 警告中左 还是你取吧 注意礼貌 是 来 老老 贼 不要忘了完颜大作的话 要对他们有礼貌 经过中作 您知道荣家为什么这么猖狂吗 就是因为对他们太客气了 这些人哪 就是这样 你对他越客气 他就越欺负你 你把他的气血打下去 老实了 来 来来来来 干什么 你个小兔崽子 你看见没有 你看 那 你还打人你 蒋燕 小兄弟 麻烦你把门打开 我们赵荣师有事迹 荣师 荣树 索杰 你们好 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望月 吴雪大佐 想请你们去趟避暑山庄 没礼貌的东西 哄出去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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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师 你能接受我的挑战吗 对不起 我们家大少爷 不接受你们这种 夏季军官的挑战 哎 吧 所以说强龙 压不过地头蛇吧 那也得分人吧 臭不要脸的 我看你皮有痒了吗 你们回去转告望月 吴雪 你们回去转告望月 吴雪 想见我们家大少爷 先奉上拜帖 等我们家大少爷有空了 才能见他 蒋燕 我 你这个方法不好用 不不客气 像大少爷有空了 你这个方法律 否则他 你这个方法都用 舖子 脖子 你这个方法 你这个方法会 硬刑是否赴 你这个方法 你这个方法 自己的方法 敢动 怎样 我给你这个方法 你这个方法 是吗 你这ipt votre方法 我有事情要和你谈 也没空 你的拜庭呢 钟总 你是不是没有把话带到啊 你们日本人 不是挺讲规矩的吗 你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 喝咖啡 容先生 我提醒你 你的弟弟 反日情绪很高 没错 我知道 你要好好地管教管教他 那是我的事 否则 竹部将军会很不高兴 那是他的事 好吧 如果他再敢无端殴打关东军 和满洲国军人 我对他 军法从事 你敢 你给我听清楚 有人敢动我们容家人一根手指头 老子就第一个站出来抗日 替我转告是我们淳一 我刚才怪你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一直在哭 你把这一个人的招晕 这什么玩意儿啊 苦得跟郭底辉一样 你还喝过郭底辉呢 小燕 这就是容大少爷 我的老战友老同学 容大少爷好 这就是容大少爷 你怕他干什么 他也不吃你 这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卫生员 樊小燕 刚参加义勇军半个月 这不想送到你的医院里 来静修下西医 坐 有基础吗 达小跟他爷爷学了点点穴治病 很神奇 看病不吃药 真的 正好这两天 我让小日本气得牙疼 给我治治 大帅 咖啡 那你把手伸出来 抓住过去了 停 停 停 小姑娘家儿的手劲还挺大的 我还没敢使劲呢 牙还疼吗 你别说 还真挺管用 不做 那就留这吧 好 谢谢容大少爷 您说我们这儿经常会遇到一些大手术 这个得西医才能解决 行 我要派人帮你教的 好 那太好了 小燕 不要老想着磨枪 你得琢磨着怎么磨刀 手术刀 那我还没给我爷爷报仇呢 有人会替你报仇的 对了 老同学 我这次来 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个大计划 小燕 你先出去走走 别走远了 小五 陪着